好,這個保球打得非常好 力道稍微輕了 那剛剛提到他們兩位選手在這場大試賽之前 碰投6次 那威廉姆斯贏5次 那盧卡布勒西爾只贏一次 那感覺好像一面倒對不對 錯了 盧卡布勒西爾贏的這次非常重要 也就是在今年的4月21號 市井賽 在16強 盧卡布勒西爾13比11打派了 所以他雖然只贏一次 但是他這個一次 第一個是最重要的比賽 而且是距離今天最近的比賽 所以他這個一次 比他前面輸的5次來講的話 意義更不同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看對戰 是不是有球客 那這場比賽很明顯 如果要講的話 可能他這個一次 跟蘇武次來講的話 可能贏這一次 就是比前面輸的5次還要重要 好 剛剛一個長距離打進母球 左賽 拉桿回去做到了 籃球左邊中袋 對戰 2 2 1 3 2